海亭 我現在人在 斯古蘭的首都 海亭堡 從這個時候大約4小時的火車過來 等一下要再大約1小時的火車去找觀眾打球 這觀眾是前幾個月在我的影片留言聊聊天室的 台北人 去年來Glasgow讀Nursing碩士 最後就留在這裡工作了 今天要去打他的球隊叫做Challengers 每週打兩次 一次兩小時收費8.5磅 人數會控制在每面場最多五個人 用的球是Jonas的AS30 聖誕市集弄的設施也太猛了 這玩一次好像要十幾磅 前面就是愛丁堡的老城區 我覺得超漂亮的 愛丁堡應該是我覺得 北英國甚至全歐洲最漂亮的城市 他說他們球隊成員組成蠻多元的 除了蘇格蘭本地人之外 也有不少英格蘭人 還有印度、大馬、香港、法國、荷蘭之類的 不過因為這週剛好有其他活動 所以很多人都不會來打 蠻可惜的 另外他說 雖然Glasgow是蘇格蘭第一大城 但要找到球隊其實不太容易 其實Google的話只能找到一個俱樂部 而且網站上面也寫說 不適合初學者參加 像他就是去年還在念書的時候 打學校社團 然後還被朋友介紹到外面的球隊打 其實蘇格蘭打球的人也沒有很少 只是他們幾乎都不會放在網路上宣傳 所以你只能透過朋友介紹進去打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外地人或者你射孔的話 一下子想要在這裡找到適合的球隊參加 真的很難 球場文化的部分 他猜蘇格蘭人應該比英格蘭人友善一點 因為我之前跟他講過 我去打地區聯賽的時候 很常遇到很火爆的人 外拍大罵之類的看過不少 但他說他基本上從來沒有遇過 好啦 現在要搭火車去Glasgow找他 那超可怕的耶 這種東西是可以零食蓋的嗎 這種東西是可以零食蓋的嗎 Shaffield的只是那種 大概是這個的三分之一尺寸的摩天輪 這裡這個是長這樣 太可怕了 蘇格蘭人真會玩 一碗十磅 我們在台灣四倍獎 謝謝 謝謝 今天剛好有足球賽 所以人很多 我們是在旁邊的這個球館 在這邊 有外卡就好 可以用就對了 喔 這麼多 應該也是本來是Session的 然後他們取到了 大概也沒辦法 反正他都可以用 我們就用吧 好像也沒什麼好導覽 就這樣而已啊 這場地不錯耶 這裡是全蘇格蘭最好的場地 欸 我不知道全蘇格蘭 至少有格拉斯哥 全是格拉斯哥 因為我超討厭木地板的 就是更衣室跟廁所 然後這裡有販賣機 另外一面這裡還有六塊炒 所以總共是十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在那邊那個 欸 我有玩 就就 就 cud不吃 真的假的 拿去 跑出來 太少了 真的假的 對 不是 可以压四十八 我打得差距離我 不要給我 我打得差距離我 哈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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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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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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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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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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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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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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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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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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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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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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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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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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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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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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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